他们谁能够直接晋级 是的 没错 而且因为根据我们的新赛制嘛 也是沙漠TD允许你打平 无所谓 好的 比赛已经开始了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 双方的整个开局 就会放大招 好的 这边一开始 马上是打掉了70KG 对 是一个大招 是一个大招 是的 哇 双方互换啊 哦呦 这边看到 我们这边 IG是作为潜伏者 而保护者 这边是辽宁清晨 开局 直接刷屏呀 开局一会 是的 开局来说 IG还是稍微凶了 那么一点点 哦 在这边 哇 SOLO是一个三杀 刚说完SOLO 就直接给你放了一个三杀 哦呦 但马折也是环衣颜色嘛 这个开局的话 对两队来说 并没有放太多的一个大招 还是按照自己的常规开局在打 这个开局 看到这个机枪 对于马折的一个掩护 是让马折的发挥 现在反而是比70 稍微要好一点点 70还没开虎呢 对 70还没有拿到人头 好的 拿到了第一个人头 看一下 70上到了自己 非常熟悉的一个边桥居的位置 对上到边桥 70就是基本上无敌 好吧 除非 队友没有掩护 太针对了 林肯这边和SOLO的一个配合 是直接把中方给拿下了 那现在 现在我们看到整个梁尼新城就是通过控制这边中心之后 想要是打节奏了 齐琳刚才这个爆头有点帅 是的 通过反铺以后 现在反而是梁尼新城这边是要领先一个人头 而且齐琳是在边桥上面也是拿到了自己应该就应该有的发挥 对于主导的把控来说看到潜伏手这边IG 其实现在的节奏 可以跟刚才我说的确实这样双方还是以主导为主拼得非常凶 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不知道在你们看到一个小细节 就是你可以看 Nice他永远是在想办法去掏对方 没错 那其实IG现在也就是一个腰四的一个打法 对 四人是集中要铺一下主导打个反铅 那乃斯在封面看能不能找机会来做一个超后 是的 好 我们看到佛铭这边和乃斯两个黄金搭道 在这边是被对方的 直接被牙牙在中方 双杀对 所以这边已经做出了改变看到IG这边 没有说一味的像主导跟你刚正面 没错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很相像 隔阶场比赛很相像 是的 对 在IG对AG的时候也是这种节奏 没错 就真的说不准这张地图到底谁能够胜利 是的 其实从我们这边的一个新赛制出来之后 其实沙漠气体真的非常重要了 对 就说不定后面两张地图大 你打停的话你就直接能够胜利 但是如果说你不管怎么说嘛 总管有一个优势了嘛 对 至少你先拿了一分 现在上面的话要比之前要好 没错 特别是对于IG和清城这样的长队来说 他们对于TD的胜利是看得非常重要 是的 他们认为这张地图的胜利将会影响整个队伍的一个在接下来比赛的一个心态 对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个局面我们没有看到烟雾弹 清城又是 我看到清城现在是4.2可以说实的 是的 是的 以他们能够出来说比分已经接近了10个现在 清城刚才的一波业家现在是直接把分差给扩大了 那开局来说清城这边还是略占一些优势 那我们看一下清城这边队员的发挥 那SOLO和羊羊率先是过两位数 这边是变招了 IG这边变招了 我们看一下 是的 就像老肖刚刚说的 这边是有双后了 是的 可见你被打掉 好的 这各路拼枪 对 从目前来看 梁清城那边SOLO的发挥还是不错的 是 现在一拿到12分2 其实看到IG这边 每个人的发挥也是非常不错的 是的 比较平均 哎呦漂亮 好的两个 有没有第三个 哎呦 马哲今天手感真的好啊 看一下这个DGO DGO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大概就是估计一下 马哲在边场能够杀几个 现在他已经拿到三个 没有我告诉你们 现在不要看马哲 现在看沈仲 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屏幕 小屏幕对不对 随便沈仲在那一直在大吼大叫 哈哈 是的 因为现在真的 每一次精彩的机场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非常正分人心的 对 怎么我们注意的点都那么不一样 对 每个人都关心一个点 然后整个 每个人关心一个点 然后再组合到一起 对不对 是的 那这一会儿 IG通过刚才马哲的一个出色的发挥 现在比分是直接反超了 直接反超 那么这边是IG一国刷屏 诶 这边失误了 还好 还好 躲掉 又是BEST BEST一个三伤 BEST一个三伤 这两个人 在关键的时候 总能就一起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是的 我发现 这次WC的比赛当中 所有的队员的范围都是非常平均 我们可以看到 特别是IG这边 对的 这边宝宝又是一个双杀 其实宝宝枪空的 就能非常稳 这边应该是给了一颗反闪 现在比分还是非常接近啊 64比 65比62 我觉得比分应该是会在100以后 真的是越来越关键 对 然后如果很接近的话 就会变成了 不打 对 就开始各种慢卡 这是现在GG的节奏 现在对于双方来说 现在只要能保证比分是 不被对方所拉开 拉开两位数以上 对 找到机会以后 在比分过满这个时机 来打一波刷屏 然后扩大一下自己的优势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跟你说 刷屏其实很难 就是看你在比分过满之后 能否打一个节奏差 把这些都突然变掉 波密黎森杀 其实现在IG IG打得非常聪明啊 现在 看一下波密 还有没有机会再带一个 因为他每次在主到局的优势以后 就乘胜追 追击 这也是直接是改变自己的战术 还是差五个 差五个还能追 不得不说 今天IG的队员的发挥 真的是多点开花 是的 我们看到不光是马哲作为一个队长 一个出色的发挥 连BEST 18 FORME 包括NICE 都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 就一个人可以带动整个队伍的一个趋势 是的 好 这边主到一波 但是是被星辰这边给刷回去 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算这边IG的各个队员 都是各种发挥的情况下 辽宁青城这边一旦是比分没有落后太多 不敢说 这边的比分顺先是半屏 这边的比分顺先是半屏 各种刷屏 我已经受不了了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其实辽宁青城这边 芽芽的发挥是今天显得非常的出色 对了 现在是拿到了全角的AC 23个Fly 那这边其他的Solo的发挥 还有林肯的发挥还不错 那其实现在这个节奏点 我们要看谁能够把控住中心了 这个中心在这个节奏点很关键 我们看到双方在85比85打平这个时候 直接放慢节奏 好的 FORME是率先打掉了对面的林肯 对 林肯想去偷一波 但是 被对方给发现 是啊 哎呀这个 nice 我只看到nice就是这样贼 是的 看一下IG这边要反复一下中防 能不能抢下来 抢呢很难抢 这个是没有抢下来啊 因为中厅这边其实有三 江湾有变相三个人在加点 是的 那这边应该中防要反跳主刀 果然 18这边补枪很快 18 你不用这样吧 太精彩 谢谢 其实IG这边今天主刀技枪18的发挥 真的给人感觉是眼前一亮 是的 IG在今天对抗辽宁青城这一场TD 真的是让我觉得 就跟之前的状态相比的话 大有不同 对 而且有一个小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之前有阐述过 双方都没有主刀封烟 就我跟你争枪实战 这真的像前面老肖索说的一样 对的 其实双方整场TD来看整场的节奏一直是在很就是在刚正面 直到现在完全没有说有一个打转负面或者说抢中王的战手 没有但有有有过一次有过一次直接是浮到这边IG有过 直接先转了 我知道但是炒完以后就继续刚正面 是的 但是我觉得比分现在马上已经要过百 过百之后相信双方肯定会 转节奏 肯定要变化节奏要顺动了 因为这个比分过百之后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的 你说会不会他们双方就像我们之前的在风寨学生有直播过的比赛 就直接camp在小蜜道里面然后一个空中厅 就 我们看到梁荣青哥这边刚才通过队友的出色发挥 现在是反超了几分 是的 这边 其实70KG这场比赛 我从视频上来看是没有太多的发挥 但是其他四个队友还是挺给力 那现在哇双方比分继续又咬得很紧 你只差一分 一分 其实我现在很紧张 这个时候谁都不能松这一口气 这一口气很关键了已经 没错 现在这个真的是不能松这一口气 我相信现在场上鼠尾缺手 这个手肯定也是抖的 今天牙牙的发挥真的是太出色了 抖不可能 对牙牙一个现在已经是拿到30不二个 是的已经率先拿到30不二个 这样完全是带动了整个清晨的局势 现在依旧是领先了七个人头 比分开始在渐渐 互惯了一个WQ 这一枪没有中 这样的话被牙牙一个WQ 很伤 这个WQ很伤 牙牙在今天这场 TD的比赛当中 感觉有点打出了状态 是的已经拉开八个了 这个时间点IG一定要忍住 是的 七零这个时候是来到了边桥的近点 而且是队友的掩护之下 果然他们很聪明 你看IG是直接转点 是的 而且把节奏放慢了 你看自己这边被对方给拉开一点之后 你必须要方便节奏了 对的 你看一道主道其实基本上就是 是的但是并没有 梁青春这边还打得非常果断 一旦主道需要帮忙出房 还是选择几名队员迅速的飞入主道 对这个时候可以看待时间 等所有队员不活着再打一波 是的梁青春并没有说选择死守中防 这标报又是炸掉 还是其实现在梁青春现在就打开了 想要继续扣扎自己的优势 但是这边 看一下 宝宝现在又是个双杀 宝宝这个双杀非常的关键 对 如果说刚才没有双杀的话 对手将会趁虚而入把中防给拿下了 是的 中防一旦控制住的话 我看到七零刚进也是补到中防 是的 哎 犹豫了 这个其实可以记得是犹豫了 明显 哎 这边宝宝超后了 宝宝这个是 一个人打掉了四个姓 这个手将剪了两三个 打掉两个 13比118 然后再用自己一个三杀 七零终于是开始找回了自己的状态 擋不住了感觉 对 哇 今天这个高爆炸死了很多了 是的 难道是现在高爆手的质量比较好了吗 没有 我觉得看完这些比赛以后高爆将会成为TD的一个主流 是的 然后会把烟雾弹去掉真的吗 就有可能以前是很少有人飞弹 可以高爆 哎呀 这一枪 水了 水了 两个水了在D狗 手枪弥补 我跟你说用这个人 手枪都是用得非常好的 D狗这把枪 他跟马哲都是打得很好的 对 就一个真的是具备了一个好狙击手 所有的因素 我们看到现在比分依然是良情这边领先10分 但是清晨这边已经是140了 还有最后10个人 哦 不好现在比分已经过140了 141 142 最后的8分 聊清晨现在机会很多 依旧相差10个 是的 IG这边还有机会 但是 IG现在还在跟他们刚正面 这样一换一行 他们完全没有赢 哦呦 前面又打掉了18 147比136 最后三个击杀 这样的话 不出意外 梁晨晨应该 应该能够顺利拿下地理账比他还胜利了 对啊 最后两个人头基本上是 没有了 这边一个招 最后两个人 148 但是在最伟胜的这边 也是能够打出一波小高潮 看看能否压住 他已经刷住了这个时候 能够压住 节奏开始放慢 没机会 没办法 没办法 这样后来是空下 梁晨晨在沙漠基地上面 拿下了第一分 有没有感觉很像 真的很像 当时我就以为可能那个时候再稳一下 因为他们已经一波刷屏以后 血量上已经肯定不占优势了 但其实这一波刷屏其实已经来得满了 果然东北爷们有没有 没有猥琐 就直接跟你刚正面 是的 因为赛天后刚才我就说了嘛 这两个队伍肯定是要刚正面的 两个都是东北的队伍 他们的风格就是喜欢刚正面 而且好不容易两个东北队伍碰到一起了 我觉得肯定要一绝高下 就唯一的退缩就是 我转一下点了 稳一下节奏了 到最后的时候我依然跟你刚正面 我绝对不会退缩 就算你只剩下最后两个人头 其实这场比赛看来 IG的发挥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从一开始的领先 包括中期的张池 但是无奈 梁青城这边 我可以说 除了70KG今天 因为以前来说 70KG应该是发挥最出色的 没有今天我跟你讲为什么 慢热也是慢热 不是 因为芽芽发挥得太好了 对今天梁青城这边 最亮眼的就是芽芽 芽芽芽在主导了一个 一个M4的各种刷屏 所以说 没有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在关键的点位 关键的时刻 站出来一个人 足以扰乱全局 是的 关键他们其他的队员 都没有说有拖到 对 而且这边我们看到 埃及这边就是这一波刷屏 来的有些晚了 如果说是在这一边 梁青城是把比分 拉到130 刚刚突破130的时候 有这一波刷屏的话 真后面的就说不清楚了 或者是他们刚过 就刚到140 其实也有机会的 但关键是 最后两个人头 你这边残血量的情况下 再去跟蹲完刚正面的话 是没有太多机会的 是的 那其实我现在就比较期待 会不会埃及这边 又是要一番苦战联系 打两张地图的爆破 有没有 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这个我觉得很难说 但是我觉得作为 以玩家的角度来看 当然想看三张地图 大家肯定都想多看一下比赛 对的 因为双方支持者 我觉得都是持平的 但是我觉得 往往像这种 强强对碰的话 有可能2比0 比赛会 经常会很多2比0的 因为这个常会直接 一旦状态找出来的话 这个是有规定的 是完全不给对手机会的 对 但其实我们看到 IG这边 他的选手的状态 依然是存在 你看都是有一个 3刹4刹这种 反而是扰乱了 IG当时的一个阵型 对 而且就是我发现 还有一个小细节的问题 就是 IG这边在 100以后的一个分段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瞬间 就因为主刀这边 压力很大之后 那一次反而去支援了一下中厅 那这样的话 他再浮到这边 给对方压力很小 那这样的话 一发现你浮到过来特我 我这边良心就准备了 你 对 那还是进入到第二场比赛 是的 我们看到这一边 选手应该准备的差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张地图的一个三维介绍 是的 沙丘 沙丘主要以AB两个爆破点区域为主的一张最抗性地图 潜伏以爆破目标为主 而保卫以阻止潜伏的爆破目标为主 地图均衡性 保卫者有一定优势 爆破点分别由爆破点A和爆破点B 潜伏通往A爆点的方法 1.从出生点到中央大厅来到A平台至爆点 2.从出生点来到小路直接从小路来到A平台至爆点 3.从出生点来到水路来到A平台至爆点 潜伏通往B爆点的方法有 1.从出生点来到下水道至B爆点 2.从出生点来到下水道从B小路进入至B爆点 3.从出生点到中央大厅从B连接进入至爆点 3.从出生点到中央大厅从B连接进入至爆点 保卫防守A爆点区域主要在中央大厅及A小道处进行防御A爆点 保卫防守B爆区域主要在下水道及中央大道连接处进行防御 由此可见整张地图的关键点位就在中央大厅 不管潜伏还是保卫 只要对于中央大厅有了足够多的把控 就能切断对方的转点或者支援 从中获得胜利 沙漠地地 今天有精彩欢迎收看牛TV 为您带来三星电子杯WCG103 中国区总决赛专业火焰项目A组的直播 各种各方分别是IG 对于辽宁清晨的第二张地图 是的 那么今天看到 你上来就是一波破片 对 基本上其实这张地图的话 我有问过直接就是平仓了 对 而且这张地图 双方队伍都要去抢中央大厅 是的 很 因为刚刚我们在这个三维地图 也是看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点位 那其实这张地图 在所有包括地图当中也是算 相对来说也算最少的一张地图了 那它的AB两区也是离得特别的近 那刚才我们从地图的三维介绍当中也是看到 中央大道和下水道这两处的争夺是会非常激烈 对 其实刚才一上去一看来 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双方在中央大厅这边 发生了激烈的交往 是的 直接是打成了一个三打三 没错 那其实这张地图的节奏也是相对会非常快一点 而且我们都知道这张地图上面 整个保卫者是有一定的地图的优势 对 而且在这张地图上面 我曾经一度个人认为 拿两分就已经是合格封了 如果说让浅湖拿得超过两分的话 其实作为保卫就是已经是不合格了 对 没错 好 这边我们看一下马哲 马哲这一把并没有选择起狙击 那这两个地图来说 不适合 对 看一下这边一换一 这个又是一个一换一 Best 这边是被打掉 林肯又是打到Best 这样的话瞬间打成了一打二 而且这边清晨是安分了C4 对 四米这边有点难 我们看一下4米怎么处理这个残局 没机会 没机会 宝宝一枪 其实这张地图回防真的很难 对 很难 因为那些点位 就基本上是 比如说A去下包 就中央大道 必须B门 还有A大 一般A大很难回防的 一般就只能看两个点 大家基本上 好 我们看到 IG这边又是选择潜点 必须潜点 但这边我们看一下 A大这边 Best 失误了 Best 失误了 直接顺利进入A点 我们看一下 Nice的补卫 好的 这边的话 18和马车也是马上补卫不到 其实我们看到Best 前面第一时间 应该是听到的脚步声 想用高包去炸一下 但是脚步这边是听错了一点 可能是时间点上判断错了 没错 正是因为这张地图的地形比较少 那作为保卫来说 防守会非常的快 我们看到刚才 IG的一个快速的回防 直接是反打了一波刷屏 对 这边是已经看到SOLO SOLO真的是进退了 这个时候 CHP怎么办 残血了已经 刚说完 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下 杀一个赚一个 反正都是这一分没了 这一分还不好说 因为我们也是有看到过2HP 1v3的周勇 周勇 其实在TGA TGA决赛的时候 还上有过EB写你知道吗 EB写EV4 我把我这样的一个惊天记者 所以说现在真的不好说 还有 还有 什么 在之前的一个国际比赛上面也有 对 1v5 好像还是外国队 对 还是外国友人 那外国队是一个一个被打了 没有 他现在最后一个人 是外国队翻盘了周勇队 真的 真的 奇迹是会上演的 就看你去拼一拼 那中国队是一个人一个人去找他吗 没有 就是去抓了 就因为去抓了 抱坛抓 对 抱坛抓抓 去抓人了 然后就直接叭叭叭 当时所有的人都进单了 是你 我也进单了 我听到都进单了 好 我们现在继合到比赛 这边SOLO的残血到底能不能 当我没说 不要小看一句好吗 我话还没有说完 1比1 对的 现在1比1比3 看一下 杨仪切成这张地图上面 因为我看到 其实IG这边的一个战术特点 在前两局您是彰显得非常清楚了 我第一时间就压你这一边的主张大厅 是的 不让你控他 这张主就需要进行压制 对 但是我们看到青春这边似乎是有些变招了 那现在 杨仪切成这边是选择了3A大 两人走水下这么一个打法 那可能应该是想利用A大这边 打对手一个措施都不及 那利用水下这边再拖延一下对手的节奏 那这个 是不是也还是不错 对的 那这边我们看一下 现在整个杨仪切成应该说 把节奏放慢了之后 就要靠IG这边去判断 是的 就看 不过反正地图也不是很大 看他判断到底能不能够准确 这边是已经 FORMING已经知道了 对 走没来了 那IG的 依然选择是一个很稳健的一个后点防守 因为这张地图 比较少嘛 挥防比较快 那所以说我这 站好自己的位置 等你来打 你打A的话 我能拖延几秒是几秒 是的 拖延时间越长我挥防越快 其实这个时候IG是比较痛苦 因为为什么 他现在只能够退缩在整个防守厅 虽然他知道被方可能就在外面 对 但他必须要忍耐住 不顶出去 只看一眼 或者说出去 他顶出去保证就是送了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 我们的半职业生 或者说是叶玉童 就很喜欢数据 我们随便看一看 对不对 但是往往这个时候 职业生就得到 就是要忍住这一份 对 忍住就是技术 对 那这边我们看到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梁庆庆这边是应该好的 他组合场 包点全白 但是 包点全白在这边 nice 强响在这一瞬间 直接爆发 nice这边是一个双杀 是的 现在是一个一打三 只能说IG这边回防 实在是太快了 对 剩下70一个人 没有机会 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整个 刚刚这一局的一个对抗 其实开局这边的话 IG这边仍然没有变招 就是压了一个中央大厅 但是在压了将近30秒之后 他主动让出了中央大厅 为什么 因为他道具已经在压的 第一时间抢中央大厅用光了 如果说这个时候被对方 反应一波道具压之后 很有可能就会被打崩掉 是的 然后他就是选择 对 选择退包点 那这样的话 你去抢中央大厅你要用道具 那你抢中央大厅以后 你道具已经在压了之后 你打包点的话 相对来说我这边比较轻松一点 对的 是的 我们看到 其实从上面 一开始 IG每次一开局 就是会选择一个中央大厅的前压 是的 也是利用手中的高暴手 来想要来打一波伤害 但是这边梁青城其实还是卡得很稳 那知道你第一时间要全压 这边好了要遭遇了 但是我们看到十八 十八这边 十八这边 哎呦 这一边的话 梁青城搜点出现失误了 对的 搜点不够仔细 但是蜂蜜那边很聪明 好的 二打一 只剩下best的一个人 只剩下best的一个 best的这边有没有机会一个 好的 敢不敢出来对 不对 林肯肯定是不出来对的 因为这个时候二打一嘛 没必要挨这边 哎 看到了拉枪口了 为什么 其实我好想说在这个时候 就如果换成 我会去看一下习惯性 对方很明显就是勾引你 对其实他这个回头应该说 你是想到可能会没有人 不是应该要果断回头 对 他这个已经回头看到了 然后再拉回去的是关键 对 这个 他现在第一枪弥补了刚刚的失误 首先打掉一个 打掉了欺凌 但其实现在梁青城你不慌了 明白 对 两分及格分 拿到之后 我再拿一分 换一边之后我相对比较轻松了 所以我们看到梁青城并没有在水下 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去做出太多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看到也其实一直在放着牙 在这边进一个骚扰 那其实在前几句 哎这边 你看我就这样说 我现在看到这个整个腐蚀角 就看到了 其实如果硬要在水路做文章 你就第一时间或者说你这边 中央大厅控制好之后 你是做一个阳光A点的假象 就要水路再一波乱出出来 因为整个水路你是要腹背受敌啊 你整个闪光弹铺不好的话 而且没有角度去铺这个闪光弹 没错 那其实这张地图有一个很经典的战术 就是说利用水下和并连接的一个爆发 去打一波 就是能够直接把中路这个水下这个点给破了 对啊 所以说关键点还是中央大厅 你中央大厅 你中央大厅不拿下 光靠水路是完全没有的 对对对 而且收点一定要仔细 就像刚才18 坐在 躲在中央大厅箱子后的时候 然后今天这边并没有想到 没有收点 收点不够仔细 那我觉得在下来比赛还是要避免这一点 对的 那现在是打出一个二打四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2v4的残局 Solo和宝宝怎么去处理 对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种残局那时候 就可以看到IG这边 他的一个队伍相对比较成熟 他每一个队员都会有一个协防的位置 对 协防可以马上 只要一开枪马上出来补翘 是的 没错 那IG这边 毕竟是一个老牌强队了 在爆破这个团队配合来说 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刚刚是把我们的视角给炸到了 是吧 我们看到IG是选择一个 一条线的一个防守 对的 他知道你在那里 而且他就不出来 这根的话应该是已经判断到了 看一下 在这边看到18 没有机会 是的 然后这样的话 IG是再拿一分 3比2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种团队 就IG是改变了自己的风格 因为他是 就像我前面 消息所说的 北方人可能会比较去拼枪 但是他现在是在有优势的情况上 就直接可能说 在猛烈的哭力地步 也是有可能 他是打得很稳 对 他有收敛 他并不是说是那种无脑野猪冲锋流 对不对 对对对 直接压出去就不回来了 之前是真的 他们之前在TD上面 就是在CMT的TD上面吃亏 都是因为主到无脑压 然后负到无限背头 对 然后终于是改进了自己的打法 这边红烟是封掉之后 应该是看不见人 其实我觉得 像针对IG这种厚点的一条线的防守的话 我其实 梁康青春应该要选择就是利用烟雾和道具 来封锁住一条路 这样的话影响IG的回防的节奏 这样的话才有利于他们的进攻点的爆发 那梁康青春其实刚才一直在选择想要打一个慢卡 然后打一波爆发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两三次都是因为埃及的回防实在太快了 你并没有利用道具的去拖延住他们 反而被对方的道具而拖延了自己的节奏 那其实在打爆破的比赛 特别像这种小地图的比赛 节奏还是很重要的 对 而且我们知道整个潜伏的话就是控节奏的一方 那这边也是和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一直是看着一个比较多的是潜伏的视角 因为我们知道整个爆破里面潜伏是 它的一个动向是比较关键 所以说它也是比较好看一些 来我们看一下梁康青春这一波觉得非常有机会 好的 这边打的道具要爆发打一波 来必须这边发现了一个十八 观念看怎么摸掉一万一 一万一 还可以分明要去抓吗 哎呦 宝宝和牙尔杰连接 看下来好的 看下来好的 瞬间三打一 那其实这一局就体现出一个什么问题 梁康青春吃透了这边 埃及在防守位了 没错 这个非常难大 终于是做出了一些改变 改变了 而且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抢八分的一个赛制 对 能够在这样一个局势里面马上就反应过来 其实很难了 这已经是对一个队伍的要求数字很高了 是的 刚才我就说了 其实有一个 他们刚才打的其实就差不多 就是配合B连接和水下的一波爆发 我们看到四人是暴团打B连接 牙牙在水下形成一个包夹 那还算是打成了还不错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埃及会在这局当中 应该会中防水下了 而且是双半场的最后一局 而且是双半场的最后一局的局势 是的 其实现在埃及的压力就很大 这一分不能再丢 一定要拿下这一分 这边我从雷达上看埃及想要做些什么 果然这边埃及想要找一些突破吗 是的 看一下埃及这一招 打掉了 打掉一个 马上对方 转了一个就走 转了就走 我转了就赶紧回方 埃及果然打得很聪明 这样你就是一个4打5的局面 是的 真的是用了一招 比较 怎么说 诡异的一个战术 是选择 他知道你在水下 一直就是有牙牙 或者另外一个人 在骚扰 在骚扰我 那我知道你这个人 单点 我为什么不组织抓你一波 对 而且抓掉之后 你这边的反应可能会很慢 对 我们知道一旦有人被抓之后 他通过报点的话 再告诉队友 可能队友这个时候也正好是在卡点 没有办法组织一波有效进攻 一般性看到这种情况水路前压 肯定想都不想就直接A点Y往前压了 没错 长队的较量果然真的是有点斗志斗勇 双方都是在针对你之前的一些打法和战术不止 然后我在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这真的是长 长者接的对决 真的是非常精彩 说真的 其实到这种时候 大家都是大概清楚你具体的一个站位了 好 梁晴晨这边 我们看到 就看谁先人物出现出来 这边也是开始行动了 哎 难道要顾忌重施吗 但现在少一个人啊 关键我觉得这个位置 要拍一下 哎 果然要顾忌重施 1万1 18 18这边 典型教科书式的勾人呀 哇 三个 这就是勾人战术呀 我跟你说 我包店里面有一个 但是我测试位这边还有一个 我拉你进来打 那这场话也是 恭喜一下 IG这边的话是 上半局 对 3比3 以1分的优势领先 应该说还是挺累的这一场 对挺累的 那下半场换一边的话 其实IG作为潜伏方要拿4分 很难 真的很难 就看这边 会不会守了 进攻会进攻 但是会不会守 就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那之前 KK你也说过 那这张地图 其实在保卫上来说 还是有优势蛮大的 嗯 因为这张地图比较小 回防会很快 对吧 对 只要防就 几波Rash 几波慢打爆发 那我觉得 对于潜伏的心态来说 是一种折磨 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 包括 谢爷爷也是选手出来的 肖爷爷也是选手出来的 而我也是选手出来 那 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 就当我们在打一个比赛的时候 我打A点打不进 打B点打不进 怎么办 然后就这样耗着过程中 整个比赛就结束了 对的 很尴尬很尴尬 对 那这样是进入到下半局 Ig这边换成了潜伏者 而把握者这边是辽宁清城 上面就是比分也是Ig四分 哦 果然清城这边一开局 也是选择了中央广场压一波 是的 那其实这前两个分很关键 对 非常关键 看下 以至于 现在大家都这么晚 那以至于现在 谁再将地图作为潜伏 上来干脆就不动了 反正你还是要扔手来炸我嘛 对 我就等一下再出来 那看一下整个布防 其实我一度还会以为这边 可能 辽宁清城会 第一局大的奔放一些 作为防守防的时候 先上来一个下马威嘛 但其实目前来看的话 还是求稳了 那Ig这边下半场的开局 也是打得非常的稳 那现在也是 哇 还是怎么说呢 卡点卡得非常有耐心 这双地上面就是要看清点功力的 诶 梁清城这边是选择一个大招 应该算是大招吧 这个 诶 看到没有 没有 这就是魅力所在啊 时间差 时间差 没错 时间差 确实 有时候 转角真的就那么一瞬间 对 也许有时候就是 就隔一路长 结果你向左走 我向右走 最远的距离没过于此 是的 就好比我们11年的世界总裁的时候 这一边在副舞台直播的时候 AB这边就是被人家一个1v4 对不对 也是在上街当地上面 从M进去的 对好像有影响 这边遭一个 哎呀 有没有 哎呀差一点点 这边其实枪已经有点水了 弹道没有压好 还好不错 Solo这边是补掉了吗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其实 哎 这边五位七零 哇 七零直接拉得出来漂亮 好的 其实前面有个失误 就这边的话 其实因为宝宝这个失误点啊 对我去不会拉开了位置的 哇 三个 我们看到 其实刚才 清城这边其实已经出现劣势了 脱节了 脱节了 对 脱节了 但是 我们看到七零从门后悄悄的 直接拉得过来很果断的 绝是打到了包姐两个 然后最后是完成了一个三下 哇 这个 这一局七零这个很非常果断 这边是 我一开局 我一开局 双方在水下时 进行了一个一换一 对一换一 但是关键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看一下 这个小地图上面 已经是显示出来了 这个点很关键 哎 我们看一下 我 哎 这么快就被占领了 战术齐片啊 意图把你拉开来 让你感觉我是水路这边压了呀 对对对 其实水下就是一个牵制嘛 我吸引很多人来放手我的水下 但是我这边 A大一波已经过来了 对的 这样的话 这次 现在这些队伍打这些阳弓 其实打得蛮多的 各种欺骗 各种欺骗 我觉得其实目前的话 国内 我觉得阳弓打得比较好 应该是IG手去一直 对对对 而且 他打得聪明 他很贼 为什么他说贼 但是今天小偶赛第一场和AG打游一场 就是因为太贼了 AB点来回转三 对对对 然后导致C4没放下去 对 对 没错 哎 这边我们看到IG也是评列刚才的一个很好的阳弓战术 是的 成功的翻了一分 对 又拿回一分 为什么说IG这边他的阳弓很贼啊 他先给你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 我拖到三十几秒的时候 我常规的就打你一个包点 然后后面两集 我还是给你这样的概念 就先入为主的概念 我又是拖到同样的时间 是的 然后我还是打你这个概念 但是我只派一个人 同时另外四个人转点了 来我们看一下 马俊败斯特这边 而且IG经常赌博是有打法 哦 糟了 还是和刚才一样一套路 没完 不吃不吃这套 直接被破了一头盔一下 直接跑了 吃地鞋 是的 就像受惊吓的兔子一样 跑得很快 他这个快头不是出发 因为他这个时候 如果说不跑 说不定对方就一颗高爆就扔过来了 对啊 他很清楚 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而且应该是对方也是有听到 这个头盔飞掉的声音了 对对对 也许当时在跑的过程中 对方手雷已经拿出来了 对 哎 这边十八 这边是 一个人去 一个人在中路这边想要卡一卡 但是 也不敢往前上啊 我看到七零的位置 都非常稳 这个时候都非常稳 对对对 哎 七零这两把应该是没有起狙击啊 没有起 这张地图起这个点 很好起 很好起 太少了 回方很难回 对对对 主要是回方很难回 而且人家一般近身的话 你狙击就没什么 对 哥念全是肉搏站这么小的地图 哎 这边遭遇了七零 哎 姐妹失账了 二七零 宝宝的博来 雅雅 那中央广场这波艺奇还是非常的转 现在四打二 但是梁琴琴有机会 两个冲选 哎呀没有 几个选 哎呀没有机会 那这样的话是二比一 对 拿到两分 是的 那这样的话 那双方在这条地图上总比分现在已经打成了6比4 那IC这边再拿一分就拿了赛点了 是的 但其实这一分很难拿 来看一下梁晴晨这一波我觉得很有机会 这个时候梁晴晨就要稳啊 不要被地方给这样一个比分稍微领先一分就变得急赞 但是这时候出现脱节了 急躁了 是的 马哲是在乱中是拿到一个双杀 哇那这话梁晴晨三打五很难打了 这期其实很有希望拿到三点 马哲又打掉一个三个了 马哲还要来吗 我好想说马哲难道想一打五 是的 是被林肯收掉了 来看一下这一边 solo 差一点点 哎呀才是被包架包掉了 那这样的话埃及时率先拿到了保护模式的赛点 赛点了已经 其实他们前面以为他们赢了 前面站起来了 然后他们可能在后面说 才刚刚拿赛点了 还有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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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们这次在开赛之前 开赛之前 外面之前就说说 呃 梁晴晨这边会进攻 不代表他一定会防守 嗯 没错 果然被你说中了 对 这很难就好比说 我沙漠地底很厉害 但是不一定代表我爆破地图就很犀利 是的 是 是 马哲 埃及他们这边是 非常的稳借啊 也是先利用道具来探路 做一下组合闪 好哎 这边没有炸到 哦 哦 为什么马哲和best的血量那么少 好 从血量上来看 这把梁晴晨 应该是 大优势 有非常大的优势 对 因为本来就拼枪嘛 四个人的血量加起来也只有两个人 好 这边哇 杨雅 我也好的 杨雅一个双杀 这边宝宝也是迅速从边界一个支援 solo也超过来 但是被马哲断后了 对 还不好 剩下马哲这边血量不是很多 剩下马哲一个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了 哎 哇很聪明 那颗高闪直接拉出来打掉一个 极限 这是极限 这已经是完全极限了 对 但不得不说马哲这个 刚才这个细节是非常的好 对 因为他这个事已经完全是预判到了 对方的一个可能存在的点位 对 一个高闪过去直接拉掉一个 但是无奈对方是两个人补偿很快 对 所以如果说这两个人稍微分开一点点 那马哲还是有机会 没错 而且其实我好像理解到 刚刚他们跳起来的原因了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拿到7分了 即使是说这边清晨再拿个7分 他们也是能够拖延到第三张地图 是的 就这种类似于不平常 不太依靠平常的地图 他们可能会更下优势 对 对没错 也是因为新赛制的关系 对的 这边我们看一下 好的 好 就这边呼唤 这边一万一 没能补掉 这边 两边都是想把对方打掉 三个 三个了 导宝这个防守 在意大这个防守 真的非常的好 那这样的话 IG的节奏完全被打乱了 没关系 其实现在 他现在已经可以打第三张地图了 对 他已经起码是已经保平了 对 他无所谓 对保平了 但是相信对于IG来说 还是想要去拿下这一分 对 万一第三张地图再平了 但我觉得拖到上站 没有 第三张地图 直接第三张地图 直接第三张地图 诶 那其实这样的赛制还是 我觉得还是蛮科学的 对很公平 那这样的比分 现在是打成了7比6 对 也就是说 现在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要进入到第三张地图了 对 就不管怎么说 我们都是要进入到第三个地图的 没错 相对的话 其实IG这边性就稳一些 但是你从深一层 远一层的地方 考虑的话就 明白了 诶 我们看一下奈斯 哇 不得不说 宝宝今天在 我觉得整场的发挥 还多不错 对 马哲也是非常不错的 他现在两边都是拿了9个人 是的 因为在前几轮的CLPR当中 宝宝的发挥 并不是特别的好 那这次WCD当中 我看宝宝的状态 还是有很大的回升 是的 那这边的话其实 上方现在都有点谨慎了 对 打得又非常小心 就感觉 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 时间停滞了一样 我记得有一次打比赛 在看双方就是关键局 结果双方动不动了 我当时我还是 我以为是出现转播问题了 死机了 结果 结果 到最后双方动了一下 原来是 真的是卡点卡的 太专注了 对 这个时候IGB要使劲了 真的要使劲了 不要把决胜局押在后面 好这边 有机会 好的 漂亮 穿个顺劲 有没有破片 最后一集是直接破片 漂亮 那么IGB是拿下了这张地图的 胜利 那叫总比分是打成1比1打平了 对 那就算后面的机会打平的话 还是能够进入到一个巷战 是的 而不是被突然死亡 对的 不得不说 IGB在暴风模式的配合 真的是太出色了 是的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在他们的队员布置 每次在队员被打掉的情况下 其他各种位置的队员 能够迅速做出来补枪 而且这种补枪的速度 还是非常快 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 我能够再回想一个问题 就是 已经是步入了我们A组的第一场对抗的一个节奏了 对 就三部GD IGB这边输了 没错 然后第二张地图 IGB这边赢了 然后第三张地图 到底谁赢呢 到底是不是 你看其实现在现在 我告诉你们大家没有看到 肖玉珍在咬着手指然后在那里想 嗯有可能 现在大家是看不到老肖玉珍 其实IGB对我其实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 和抗压能力特别好 超级场 对 锻炼出来的 你还记得在CFS当中吗 马德在他们在刚开始输给菲律宾 哇 在那种小组情况下 输给菲律宾 结果打到最后是获得了冠军 这个真的让人想不到 这个就是在一场场比赛中锻炼出来 一场场比赛中积累出来 这是一笔财富 没错 真的是一笔无可置疑的财富 不得不说IGB这个团队真的给 真的是太 就是磨合的现在实在是太好了 但其实现在IGB他也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TD这一块是他的一个软肋了 没错 在以前TD是他的强项 对 其实这是 但是这一次一个赛季看过以来 对 就觉得应该要改正的一些 就是之前有跟他们交流过问他们好 是说没有太多的一个激情了 那这边的话看一下 是否在IGB这场 我当然做一个假设的前提 如果IGB是直接就是进入到八强之后 他后面的比赛会不会还依然是这种 沙漠TD书 然后后面邦邦连班两局的这种局面 那其实 太纠结了 这种 你就没必要把我们这场的心弦给掉 这比较纠结就要揪心好不好 揪心 这个第一场TD真是看到我 我没有 这不算什么 因为新赛这出来之后 我觉得我比较欺憾的就是沙漠TD 然后打成145比145平 然后直接是跳到第二张地图 第二张报告地图再打平 然后这张地图再打平 然后直接是向战决神 怎么那么复回养 这是我比较想看到的 那其实现在马哲心里面肯定要抱怨 我们为什么这么倒霉 基本上就是要打满三回合 对 而且基本上 其实他们之前在TD上面 有机会能够获胜的 我们看到后面有几波反扑的话 也是打出了非常好的效果 是的 其实我觉得在小奥赛当中 多打一些 地图和比赛 我觉得还是对他们 每个队伍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对 因为大家在刚开始 都处于一种热身的一个状态 然后练得越多的话 对接下来比赛会有好处的 是的 好 我们这边看到双方全体是准备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张地图的一个三维简介 全体是一张主要 以AB两个爆破点为主的地图 潜伏一方以爆破目标为主 而保卫一方 则是为了阻止潜伏的爆破行动 爆破点分别有爆破点A 和爆破点B 潜伏通往A爆破点的方法有 一 从出生点来到家后院 由双洞门经斜坡进入A区 二 从出生点经管道 由量网台经十步坡进入A区 潜伏通往B爆破点的方法 一 从出生点到广场 由连接进入B区 二 从出生点来到控制室 到更衣室进入B区 保卫防守A爆破点区域 主要在A 右侧斜坡或量网台 及十步坡 保卫防守B爆破点区域 主要在B的控制室连接 以及B区后路进行防守 由此可见 整张地图的关键点位就在管道 双洞门 连接以及B控制室 由于保卫者出生点位于B区 所以合理分配防守队员很关键 好的 欢迎回来 那这边的后面是看到了整个潜艇的一个简介 是的 那在这个整个的 是要抽到潜艇 三个地图在预告的时候 我们也是三个人小小的商量一下 然后我们三人的意见是一致统一 就大概不要说的太死 是已经一致统一 但是我们会把这个谜题说出去 暂时不会说 不会说 不会说 这个说出去要遭重的 那这样一看到是IG这边单单潜伏 首先十八拿到一个双沙打 要了对方林肯跟宝宝两个人 这样的话是一个五打算的绝对优势 其实这张地图还是一个保卫比较占优的地图 但这样人头数来说的话 我觉得五个人一起攻打一点 其实这张地图并没有像沙村条那么明显 其实这张地图如果说潜伏 配合打得好的话 就是利用管道和中路 这两条非常重要的通道打一些佳击的话 我觉得还是潜伏的优势会大一些 刚说完优势结果 但其实你要看就是这个队优势的他的同步到底打得好不好 同步打不好依然没用 而且关键这张地图 直接把这个局势给扭转回来 现在看到一块打算怎么打 这张地图如果说作为潜伏者能够顺利下包的话 那转攻为首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对 其实清晨刚刚很聪明 对方刚刚看到是FORME 还是马哲这边 FORME刚刚是想一个 好的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机会 打掉 瑶瑶 马哲一个 马哲这边很难了 好像有一个走一滴 你流了这一分 那么手速拖时间 拖时间 不对 这一分绝对是 这样的话也是打成了 就比马哲刚刚的一个走位 这一分绝对是稳了 因为他没有想选择跟你刚正面 我就是要拖包包这样的时间 对 而且这个时候他也是非常仔细地观看到了整个 C4已经是爆红了 对的 这就是我们都懂的 这个时候肯定要拖 又占运气又占天时地利 是的 我刚说了 这张地图潜伏一旦能够顺利下包的话 转弓回首 那这样的话潜伏的优势会非常大 对 优势很大 没错 你刚才 这一局已经是对 梁静先生来说打击挺大 这一波回防 没有回防成功 对 对的 如果这样的回防再出现一次 那其实 呃 梁静先生那边的心理防线 肯定就会有一点崩 有点怕了 因为再碰到这种类似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一点阴影 对 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个人站出来 肯哥你在干嘛呢 对不对 没有 我觉得七零会站出来 有预感 那不知道这个预感准不准 我们看一下吧 对 我们拭目以待吧 嗯 那其实这张地图 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猫猫地图 那我觉得这张地图非常有意思 对 而且就是阴点 还有 怎么说的 绕后的一些点呢 就是玩法会特别多 对 能够打得特别灵活 对不对 没有 你们 不能这样去看一张地图 其实我真的是比较喜欢 没有 老肖曾经在这个地图有过辉煌的哈绘 所以他非常喜欢这张地图 懂吗 只是有过一次EV4而已 然后我是为了在旁边衬托他捧起来 这个怎么不懂了 懂不懂 不要了 来到WC还要再黑我吗 没有 我跟你说 其实现在在接你伤疤了 对不对 好 我们还是去来看比赛嘛 好 这边我们看到是 宝宝 哎 这边管道 这边打了过来 对 宝宝的这边是看到清晨刷屏 SOLO 哎 这个闪光 哎呀 SOLO 闪到自己人了 对呀 SOLO 其实很随意从窗口扔下来一个闪光 直接把宝宝闪完 那其实这边有个小事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 这就应该来找宝宝 IG这边 IG这边进攻是脱节了 脱了两秒钟的节 大家可以如果说看VOD的话 可以去算一下 就脱了两秒钟的节 在整个空之室和这边 长楼梯这边 我觉得空之室那边打得有点快 漂亮剑枪 对 马哲剑枪枪 直接把齐可以咬掉 掩护一下队友 看这边应该有机会卡 贝斯的一个点很关键 迅速转点 安放了C4 哦 又聪明了 这就是聪明了 对 在这种二打三代局 你出去拧出去就没必要 而且关键的一项是刚刚马哲剧二七零 对 你看这种 强惑你回房 队友拉枪线 直接拉枪线 直接拉枪线 这边看一下 这边没有办法了 哎呀 这样是对对方时间 前后包加 对 前后包加没有办法 是的 芽芽这边很聪明 一直在进步 并没有露出声音 那这边也是想要从身后打下马哲 对 比分成了1比1 哎 双方会不会打架实啊 这一局 那是你最希望的了 不是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我还是觉得 那双方的上半场是 够拿1分 现在打成了1比 是的 是的 这边看到Ig这边是两个人 18跟马哲的发挥非常不错 是的 今天18马哲发挥都非常的亮眼 是的 哎 这边solo应该是想要做出一些动作 这边一般是打的节奏还是非常慢的 在这张地图上面 是的 Ig Ig的地图本身在潜艇的地方 他们就打得非常好 对的 我还记得在CLPL i3的时候 马哲他们当时最喜欢打的就是潜艇两组 因为他们打这张地图的胜率非常高 对 而且他肯定是对这个地图非常的熟悉 对 而且换一句话说 老江湖 哈哈 研究的也是非常痛苦 哎 哇 Ig这边真的太聪明了 很灵活 转点非常快 而且步伐非常的一致 你有发现吗 是的 对 其实这种东西啊 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基本功 对的 可能我们看起来就要转点这样转 还有一种默气在 对 但是其实我们只看到了表面 你们不知道的就是他们在整个舞台之下 在训练基地里面是如何去练习 对 练习这样一个短短的几秒钟的一个跑 这你的一个眼神我就很看同你 哎 这边H1 应该是要打过阳光 但是从战术雷达上来看似乎是成功了 但是这边动的有点慢 梁青城这边现在也是在回房 我又是在 看一下这边 好近点 瞬间两个 瞬间主机叫这边控制室的一个回房 乃斯这边是一个漂亮的发挥啊 哇 这边要宝宝一个 完全错 就是顺利漂亮的拿下了两个 这一局其实也是比较经典 它就是怎么样 就IG这边把你的防守路线掉开来 掉开来之后再把你从中撕开 很简单的道理 他其实就是在调动你的AB的拦回补位防守 对 然后在你跑动当中 死开你这个缺口 对 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打你个出其不意 一旦说把你中间回房的缺口给打开以后 那你这样的话 直接会被隔开两个 什么两个一个战场 嗯 我知道你其实一直很想用这样的战术 上次你可用出来过啊 刚说完是被对方solo给打掉 那这一局的话 梁青城是选择主动前压 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直接是拿掉两个扔刀 其实这一局的话 因为在我们算起的话就是 因为抢八分的赛制嘛 半场的话 在第四分和第五分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 如果被对方领先一个3比0 或者像这种2比1的时候 节奏被对方带的时候 必须要去反一波这样的节奏 这个是一个关键点 所以我们看很多很多的比赛都是这样 在关键局的时候 就很多队伍要么就是直接打W2 或者说是 对方队伍就是防对方这一波Rash 如果他那波Rash是成功的话 如果他那波Rash是成功的话 其实就反转 对直接反转 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一些事情 没错 这边应该是看到了 对明显这一波 这个青城这波全体是非常有效的 漂亮马哲这枪 马哲今天 马哲手的真的有点热啊 他想要 他是想要 你是不是在同一时间说 七零这边还没有开招 对今天 真的我们从比赛当中可以看到 今天 在这样比赛当中 七零的发挥还是和马哲比还是 还是稍微弱一些 对对稍微弱一些 马哲这边的发挥实在太亮眼了 对的 好 你看你看你看 这个一个近身 我告诉你 这就是狙击手恐怖的地方 越打 越顺 越顺 越无敌 在这边一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 马哲拿到三个人头了 我们要注意一下 而且马哲现在 还存活 存活就是希望 对 毕竟他是一把狙击嘛 其实雪狼对他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 他就是一枪致命 那这样的话 只剩下solo一个 我们看一下solo这个残局处理 对 对对对方肯定是要拿一个人 出一枪 哎呦 有机会 还很难看一下 这边solo 对他第一时间面对的是18 然后原点还架了一个马哲 对他首先要躲过马哲这一枪 哎呦 蹲打就没有机会了 是 那18也很聪明 利用了 柱子的一个掩体 对 做一个掩护 要知道那个 那个可是铁柱子 子弹是打不透的 对 他真的话在上半场 那开局 IG就取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了 3比1 领先2分 要知道 作为现在我们WCG 这个场八的这个赛局来说 谁能够刚开始 这种取得领先呢 在整场比赛 是掌握了一个主动权 是的 观点没有 之后还是要看一个地图的优势 没错 在地图劣势的情况下 你掌握多的分数当然是越多越好 是 对不对 那这边 IG还是打得非常的稳 这局我觉得非常关键的 如果说IG再拿到这一分的话 4比1 哇 那这样的话 就算 我觉得 梁荣庆诚在拿下其他两分的话 4比3 我觉得到下半场 IG这边的 心态来说还是非常好 我现在看到是 这边梁荣庆诚是选择一个 一个经典的一个降位 好的这边看到是 前顶的一换一 什么情况 对这边看到小宝宝 刚刚是一个前顶 然后刚好遇到这个 IG这边是两个人 对 这边后面 就这边这种 打到这个阶段 就不是枪法问题的 就看 一是忍耐 对忍耐的问题 对 在这边 十八也很聪明 一直在穿 因为我们一般 其实老乡应该知道 在那个点是 经常看到很多前顶 是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 对 而且你这个前顶 就是造成了你这个区域 被这边抓掉 就觉得是一波打下去了 但是还好吧 我是打掉一个 在这种情况 他们在A大水的前顶 其实如果说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你直接刷屏了 一换二 或一换三 这样的话会非常划算 还有就是抓一些单点 这边 Ig是直接从中路打了进来 但是 包子被打掉 看一下 有 这边只剩下麒麟自己了 看下 之前你前面说过的 麒麟会成为关键先生 有没有 漂亮 有机会 这枪没有打中 非常可惜 太可惜了 我这里看到Ig 自己站起来 自信出来 漂亮 好样的 是的 关键还是竖了一根手指 第一 他们一直会去述 这样因为自己是第一名的 一个手指 对 但确实他们是有这样的实力 对的 是 可能 肯定很多 玩家看到东西很激动 我只能说 刚才那张 如果说按照 七零平时的一个正常发挥 应该是能打掉的 对的 他其实现在也是正常发挥 对的 其实七零我感觉他今天可能是 有点 小紧张 不在状态 今天状态 今天状态事故不太好 这边是出现什么问题了 对出现了问题 应该是要离时喊停了 对那应该是要保留一下 比分的 4比1 没错 那其实我们正好也是利用这一个空档来说一下 就到目前为止整个的一个比分 包括节奏 其实在第三张地图很明显就看出一个问题 对 基本上都在Ig手上 哇 我们看到今天实验场的观众来的是非常的多 对 有点爆棚的感觉 其实我们现在只是看到了一部分 而且就是 现在聊天星辰就是感觉在第二张地图输了之后啊 就感觉突然之间就状态不在了 对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没有看到林肯能够在这个点上站起来 然后给队友一个鼓气呐喊加油 反而看这边 Ig是越战越勇 对 而且Ig对于前队来说 真的就像老肖说的 几乎是百战百胜吧 就而且对前队非常了解 这样的情况下的话 其实压力上更加大 因为在第二张 在第二张这个报告的时候就已经失利了 是的 而且在这边的话 前顶上面有一点点的枪法小变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今天其实在爆破刚刚上面确实是没有太多 你看看就好比说是在一个第一局的时候 回防的时候 对 人数有优势的时候一个回防 是三打二的情况下 被对方直接是打成了 打成一个一比一 然后最后是把C4拖成功了 对的 拖成功了 这个时候你看 其实他最后这个结果 他是想去偷包 最后一个人想去偷包 又不敢去偷包 想对枪又不敢对 因为他知道他面对的是马哲 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就 因为马哲跟他队友相互之间一个点位站得非常好 是的 而且马哲是在对方直接前顶的时候 是给对方一击爆头的致命的一个爆头 然后如果对方这个时候 马哲也很聪明啊 他没有选择再出来跟你硬抵 对 那对方已经完全慌神的情况下 然后直接出来把那个直接收掉 那随着C4想起之后 你必须要去拆了 没有办法 对的 是的 那这边我们看到林肯在和 双方队员都是在一起交流 都是在一起交流 是 现在他们已经 其实比 应该算是大理性了 我觉得 哎 这一个比分 但是在喊停以后说不定哦 就喊停以后有可能 你认为转停是一个转折离吗 直接连绝两分 你怎么说 连绝两分的话 其实 就上半局4比3 你已经亏大了呀 已经亏大了 对 但是我是说太低了 如果能追回来 当然是过好 追回来肯定是对清晨好了 对 就这样的话等于说 你下半场的比赛 允许你 失误的次数稍微多一点 对 多那么一 两次 但是我觉得多一次都是致命的 对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一点 就是 当强队和强队的对抗之中 双方比拼的已经 不是枪法 不是意识 对 对 比拼的是 谁的失误越少 谁就能够获胜 没有其他东西的已经 都是在枪法的制高点 意识的最高层 对不对 而且我们都知道 A组是一个死亡组 如果这一局 就我们打假设一下 因为接下来 我们知道败者那边是 AG时空战线 跟AG伙式概念 对 但是AG时空战线 肯定出现的机会 要不要大一些 这边我们看到 已经是回到了游戏之中 对了 那你这个问题 我们稍后再讨论 对好 稍后再讨论 那战停又开始了 穿过了比赛 对 刚刚的比分是 是4比1 那么AG这边4分 星辰这边只拿到1分 不知道在喊停以后 星辰会不会 连班2分 就看他们会不会 化被动为主动 是的 我有一种预感 结果在战停之后 70KD突然 找回了自己 没有我跟你说 我们可以来回想一下 以前的比赛 辽宁星辰在打 秦林尚地图 他会去选择顶方 顶方偷人 但是在今天的比赛中 我们可以看到 就很压抑的在那里退防 对 今天很被动 完全就是 我感觉是被对方牵着的 对 这样的话整个节奏又不对 就自己的风格完全没有了 今天一定要找回自己的一个节奏 哎 我们看一下 可能确实也是 这场压力真的很大 有些动作 但是这个 当时一抽出来肯定就 哎 漂亮 看下宝宝 看下宝宝 这边宝宝 拿到两个 而且是击上了 nice 7D也打掉了一个 那这样的话这一分 应该没有问题 我看到刚才宝宝 这个一大前压 非常果断 没有我跟你说 他这个前压就是 站了一个视野 忙去逆向思维了 他那个点 平常人走出来 肯定是在楼梯上面这一块 但其实他已经在楼梯的最上端了 对 其实他刚才是和70KG是一个配合 当他通过70KG这个点 看到对面是进来的话 宝宝直接是拉出来 直接就打 也是一个 让人家配合 那这样的话 IG这边只剩下蜂蜜 那其实 其实那一个站位 也有点赌得性质在里面的 一旦宝宝这个点被打掉呢 整个A点就空了 是的 是 但还好70KG也拘掉了一个 是的 那这样的话 比分暂时是打成了一个4比2 是的 那通过短暂战争之后 那两个竞天这边 也是凭借 刚才宝宝的出的发挥 也是顺利又拿下一分 看下 哎 哦 芽芽这个点非常刁钻 哎 好像 哇 这边直接中门 爱琴选择一波爆发 打一波打一波 但是这边其实后路这边是慢了 好 这边 好的 芽芽的一个双杀 这边其实就看到Bee们这边是很厉害 但是这边是慢慢还颜色 那又是一个双杀还给对方 是的 只剩下宝宝了 宝宝一打一 宝宝 宝宝站出来你信 这时候宝宝 漂亮 宝宝站出来 我可以说 比整个几个的话 宝宝压了BES的一筹 然后就越胖的人枪马越稳 那这样的话整个上半场 还是打成了一个4比3 对 看来真的 就像我说的 果然是在喊听以后 清晨时间 转折点 对 连半了2分 这样的话压力又稍微小一点 那这样我想再问一下 现在又暂停了 是不是下半场就是一个4比3 对 不是 老乡你会不会很欣慰 很欣慰 宝宝站出来了 是的 因为之前我们有看到 其实宝宝状态可能不是太好 没错 今天居然在这么重要的一场比赛上面 其实当时 当年宝宝在梁庆城2队的时候 他其实是当时和欧组 对 我们知道他的枪法其实是很好的 我们是一个对的 我一直认为宝宝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潜力股 对 可能是在CFPL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潜力股 就可能在之前有几场CFPL上面 确实是有过失利 是的 这次CFPLS4开始 宝宝的状态确实我承认 他这个发威确实很好 所以我对他今天特别 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个信任来说 他在CFPL是一个信任 我觉得还是需要给他足够耐心的时间 这个是肯定的 我的意思是综合他前面的表现 加上今天他的表现 但是今天的宝宝的发挥和表现 其实让我们看到了 绝对值得肯定的 对 也许经过这次WC的历练 之后 我相信宝宝也会很快成为一名 对 但是这个CFPLS就是IG稍微领先 我知道你想说是我的徒弟 谁 谁 因为是他物色出了宝宝 他其实是想说 是我把宝宝物色出来的 是我把他带出来的 对 没有我 宝宝就不会有今天 没有宝宝 你们这样就太没有意思了 我们以后没法做朋友了 我们依然是好朋友 我们要呵护他 守护他 这边的话 看一下双方画面的时候 其实现在压力依然没有变 其实 对的 对于整个两天的时候压力很大 老的我们看到比赛下面已经开始 双方角色货之后 作为潜伏这一方就是我们的梁青城 那作为宝卫这边就是我们的IG 哎 IG这个防守之行 有点老套 为什么说老套呢 不是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越老的方法 越有用 对 就什么一个道理 反哺归真 对 对 就是反哺归真 反哺归真 他这种站位就是他们I3赛季 惯用的一些必需防守的一个站位 就肯定是因为他在这样的站位上面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他才会选到这样的站位 可能我觉得我那些起拍的站位或者说是新颖的站位 但其实都是建立在最基础最原始的一个状态 对 那我就直接摆原始状态 该怎么打就怎么打 对 我也不着急 反正你就是公文 我第一局就是来探一点的嘛 看着你到底想怎么打 是 我不暴露出我过去的那些细节给你看 哎 这边 好的 这边我们看到 狼青哥是应该要选择打一波了 好的 先封一下视野 这样的话也是能够把前期的一个侦察给阻断一下 对 这个视野封得非常的好 这个视野封了以后 I7这边是看不到这边的动向的 但是狼青哥并没有选择直接打 那这边IG 从站位上来看 还是选择一个3-2的一个站位 是的 现在还剩下最后40秒 对 我们现在看到雅雅这个点非常关键 骚了 哎 那也其实现在 眼雾已经很明朗了 是的 这边打了 但是我们发现 IG一局是完全放空的 好的 好的 那雅雅在地区也是骚扰成功 还打掉一个 对 打掉18的话就牵制住了 这一边 对 而且H是放空的 揪马哲在看台 我们看到揪马哲在看台 但齐琳第一个是解决掉nice 对 而且这边狼青哥并没有 有机会 哇 这边马哲在看台这边好的 对 三打三 但其实这一波回报很难回 还要继续打掉人 这样的话压缩对方的一个防守位 是的 那但是 对于地区的游戏来说 梁青哥还是能守得住 我觉得 这边看一下 好的 双卡漂亮 那这一个三打三的残局就是 我先吃掉你一条边路 然后再打你另一条边路 对 那这样的话双方在比分上是终于打平了 4比4 对 4比4打平了 对 果然梁青城在三半场 经过一个短暂的暂停之后 连半两分 现在是气势上来说 梁青城这边还占优势的 是的 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前面说的话 应该反一反的 在第二章地区的时候 梁青城这一边 进攻进攻的非常犀利 但防守防守的有点问题 但现在第三章地区是 开局开了一个好头 不知道能否善事善终 对 把这股劲延续下去是很关键的 对 这种心态和这种镜头来说 还是非常重要 对 这种镜头如果说 你让一个小失误 中止的话 就反而会给对方制造一个气势 没错 我们看一下 现在双方的节奏都变得非常紧盛 那确实这场比赛 我们之前说过非常的重要 那这场比赛是A组 也就是我们说的 史上最强的死亡之组 的一个胜者组的一个比赛 也就是说这场比赛的胜者 正要诞生我们今天第一个小组出现的八强的一个金额 对提前出现了嘛 没错 所以说非常多箭 其实我没有提到 如果这一组败者的话 会跟 会碰到 极有可能碰到A继 时空战线 又是一个很强劲的对手 所以我相信他们两个谁都不想去碰 就争取这一场拿下 是的 那其实这一场比赛 对于整个小组的排名来说很关键 乃斯 乃斯 乃斯这边是一个双杀 在看台 哇 这边 感觉会有一个破碟 梁文青春没有机会了 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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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任何一分- 感觉要进入到5比5的节奏感觉 -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 对不对 - 也挺好的 你是想看到向战 - 又会见到向战 - 就跟他- 就整个小组赛 A组小组赛就是必须要打满三张地图出向战就行了 - 对就一定要让我们看到这样我们才能觉得他真的是- 史上最强的死亡小组 - 对对对 - 不然对不起史上这两个字 - 其实在比赛开始也很多 - 就是我们在底下讨论的时候都说 - 哇 A组的比赛其实可以当成决赛和半决赛来看了 - 没有 我觉得应该这样 - 就谁抽的这个签对不对 - 我们都去稍微了解还是可以的 - 对啊 我很想知道谁抽的 - 这个签抽的是史上最好的签 - 故意的吧 - 那也是怎么说呢 - 一上来在WCD第一比赛日就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比赛 - 对 - 我觉得对于玩家来说也是很好 - 非常赏心悦目 对 - 对 非常想看到的 - 这边我们看到辽阳清真那边 - 诶 但是我发现好像没有拿C4 - 对 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辽阳清真这边 - 他的整个进攻节奏有点像一个队伍 - 现在很多队伍都有往这方面走的 - 就像以前的AZ时空战线 - 以前的动漫之旅 - 那时候就是将节奏拖得很慢很慢 - 他就带你整个防守方就是在那里思考问题 - 在想你的站位的时候他突然打一波 - 这边我看一下 哎呀 中门这边收阻太大了 - 那梁清真那边选择一波三二包币 - 还好 还好的宝宝 - 还好的宝宝 - 侧边看下马泽有没有打掉 - 还好的还是有手枪 - 马泽一个手枪为什么打得这么好 - 为什么 - 我跟你说这就是狙击枪 - 制合一个狙击手的狙击枪都打得非常好 - 必须 - 必须 - 不是 就怎么说 - 必须具备的 - 对 - 不然人家近身你怎么保命 - 是的 你就这样想嘛 - 你的迷彩局 - 你不能够保证一枪毙 - 它有一个16GP的一个概率的 - 刚说完 - 这时候你就要看你的狙击了 - 刚说完 - 马泽又挡不住了 - 一来就把七零给击杀了 - 好吧 - 郭燕有时候我觉得 - 真的马泽今天的发挥 - 他是想 - 我知道马泽肯定是想证明上一次跟金城对决之后自己发挥非常 - 关键今天几次了你知道吗 - 再几次关键局 - 马泽这个第一个我真的发挥太好了 - 对 - 这样的话5打4又是一个大优势 - 而且已经拿到了2分了 - 虽然说开局的时候是被打掉一个 - 但相对来说 - 我的意思是他这局是非常大的机会 - 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优势 - 现在本来是50% - 对开吧 - 两个队的实力来看 - 现在他打了对方一个 - 那多了10%的胜率 - 就等于说60%我能拿到这局 - 对 - 我拿到这局我就拿到赛点了 - 但其实从整个地图的角度来出发的话 - 潜伏者调人 - 其实伤害要比保卫者这边低很多 - 因为保卫一旦调一个人 - 他的防守区要扩大很多 - 对 - 局部要以一个人两个人面对的方 - 这一枪马泽 - 这一枪马泽 - 他做了一个就是预描预判 - 就故意是留了一点空间 - 但其实这一方就是没有跳进来 - 如果跳进来就是一枪了 - 这边好的0个 - 这边都管得起来打掉了 - 但是BUS迅速做出补枪 - 随时补枪一换一 - 那这样的话一换一之后 - 这边出现一个问题 -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出现问题 - 条地图上面 - 就整个脱节了 - 对 - 已经脱节了这个时候 - 哎 这边抓一个空招 - 好的 - 好的 - 好的 - 三打三 - 这边FORME打掉了一个 - 二打二 - 二打二 - 有机会 - 这个时候不应该上 - 这个时候要稳了 - C3放好 - 就看阵地站这边的卡位 - 到底卡得住吗 - 没错 - 这个时候对于两支队伍 - 这一分非常的关键 - 一旦都爱情拿到这一分的话 - 就直接拿到赛点 - 整场比赛的赛点 - 宝宝就得第二个好的票 - 宝宝双杀 - 宝宝又立功了 - 应该是四杀 - 本局上弄了一个四杀了 - 对的 - 这个宝宝就最后一个双杀 - 真特棒 - 今天宝宝打得也是非常的自信 - 状态也非常的好 - 今次关键局 - 宝宝也是凭借自己的出色发挥 - 也是为队伍带来的胜利 - 比分6比5 - 现在总比分 - 是的 - 没有 现在其实萧玉成 - 她戏里面就是战战自喜 - 战战战战 - 对的 - 这边上来 - 应该就是偷掉了 - 这边 - 这边 - 爱极打得非常的 - 变迭战 - 跟18倍和前顶 - 效果非常好 - 爱极里面打得非常的主动 - 变迭战战 - 因为气势 - 这边现在是主动 - 是啊 - 哎呀 - 这样的话 - 梁庆成必须要进攻秀组 - 这边 - 这边是被打掉了 - 只剩下了宝宝 - 宝宝能够 - 怎么样 - 能不能够一生 - 上演奇迹 - 能不能够上演奇迹 - 但其实 - 我觉得上演奇迹 - 必须要有一个 - 生死带生的一个情况 - 这样的话 - 爱极这边 - 已经是拿到 - 整场比赛的赛点 - 对的 - 还有 - 这样的话是一个7比5 - 对的 - 没有啊 - 如果这个时候 - 这边的梁庆成 - 赢2分 - 拖加持 - 还是要拿这边向战 - 对啊 - 至少 - 但至少爱极这边 - 保稳了呀 - 保向战对不对 - 对啊 - 他们绝对是想拿到最后一分 - 对 - 都已经打到7比5了 - 谁想送你两分 - 看一下里面是吧 - 其实对于IG里面来说 - 肯定是要打向战了 - 对吧 - 不需要打向战啊 - 赢了就不需要打向战了 - 只要拿一分就不需要打向战啊 - 但其实这个时候 - 梁庆庆成最想念的是 - 其实 - 打向战吧 - 只能打向战了 - 梁庆庆成 - 其实是这样少的 - 就对于G典庆来说 - 是肯定想拖到向战的 - 这边我们看下搜了 - 林肯 - 林肯 - 其实这个时候真的 - 其实可以说 - 梁庆庆成有大好的优势 - 总比方1比0领先的情况 - 被打成如此被动 - 是 - 这时候真的 - 我真的今天马车大会不得不 - 我只能说 - 哎呀 - 一枪一枪 - 我刚说完 - 花神谁死 - 花神谁死 - 花神谁死 - 没有任何选择 - 最后这一分 - 很关键很关键 - 要么加10 - 要么直接获胜 - 是否这一分 - 会成为整个A组的 - 投名出现的一个决定手 - 致命的 - 一分啊 - 就是致命的一分嘛 - 谁都这个时候不敢动 - 越是最关键局 - 谁越是 - 谁都不敢往前压 - 谁能够稳得住 - 对 - 是吧 - 稳住就是技术 - 难道 - 这种局就是 - 对选手考验很大 - 像老孝敬 - 已经是没有这种机会再去考验了 - 对 没有了 - 你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 - 哈哈 - 笑什么 - 五代 - 对啊 - 我也搞不定 - 为什么要笑 - 对啊 - 就每次都莫名其妙 - 好了 - 好了 - 好了我们来看比赛吧 - 每次都这样查个话 - 好了我们还是看比赛吧 - 总是在伤害他幼小的心 - 我只能说连波老矣啊 - 好了我们还是看比赛吧 - 准备来了 - 那现在进入到双方 - 在这场比赛的最后的一分 - 也是最关键的一分 - 最为关键的一分 - 没错 - 我能猜到老孝敬的一个心理活动 - 时间也在一分一秒都在流失 - 但是一般这一局的话 - 这种时间一般不会发生太多的一个 -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 就想一想 - 就是在所有前面的平台中 - 都是在三十秒左右 - 大战一吹花花 - 但其实那个时间有些不可 - 就没有机会给你准备了 - 从这个低组网来看 - 老孝敬好像是有些优势的 - 好了别人跳下来滚到 - 哎呀 - 但是没有找到点 - 被BASS打掉了 - 还好的 - 梁青春这边是 - 哦 - 刚才是打了一个阳光 - 其实这个阳光点完全不需要动啊 - 对 - 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小地上面 - 其实IG就是把宝压在了A点 - 是的 - 把IG所有的吸引才必须了 - 但是这边看一下回防 - 因为我们知道IG的回防是非常犀利的 - 四打三 - 对的 - 人数上还有优势 - 看一下梁青春这边能不能拖住 - 欺凌在这儿严格把关 - 哎呀 - 优势亮晒 - 这样的话 - 现在701个 - 没有办法 - 好的 - 恭喜IG - 是的 - 我们这边是恭喜啊 - IG成功地从死亡之祖宗出回而出 - 挣脱出来了 - 对 - 直接挣脱出来了 - 而且是步履蹒跚地挣脱了出来 - 而且是步履蹒跚地挣脱了出来 - 转出来了